美军战机被我国空军击落 坠毁后 16人当场丧生 就在老美以此为借口 想要趁机敲诈我国时 毛主席的一句话 令他们瞬间认怂 甚至在国际上发出了 惹谁都不要惹中国的言论 毛主席到底说了什么 竟让军事强国老美胆战心惊 当初又发生了什么 我军为何要进攻美军飞机 1956年8月22日 我军突然发现 雷达上显示在我国领空 有一不明飞行物 正在全速朝着我国境内进发 就在此时 我军发现 这是一架美国空军的电子侦察机 正沿着海面 向我国长江口上空飞来 曾经的朝鲜战争 美国被我国志愿军机退后 虽然并没有在国际上公开挑衅我国 但暗地的侦察不断 他们知道 我国的空军力量薄弱 所以经常肆无忌惮地进入我国领空 但这次不一样 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侦察机 我国空军当即下令 派遣一位飞行员 驾驶着米格17战斗机 前往进行拦截任务 在正常情况下 不管是美国还是蒋介石 他们的侦察机都会紧贴海面飞行 以此来躲避我国雷达的探测 并且一旦被发现 就会立刻掉头 返回公海上空 这样一来 我国就拿他们没办法 然而这一次 我国空军将领下达的命令是 务必要在我国领空 将美军战机击落 飞行员在接到命令后 立刻展开了行动 但此时的美国飞机 正悠哉悠哉的 在公海上空飞行 一会儿进入我国领空 一会儿又返回 这也使得我军飞行员 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在公海对其进行打击 那么这件事 就会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届时就不能算是美国侵略了 所以我国飞行员 趁着夜色 跟美军飞机 保持着非常远的距离 就等我军命令在他们进入我国领空时 直接发动雷霆攻势 当晚23点54分 美军侦察机突然越过公海 朝着浙江方向飞去 直抵我国领空8公里 我军雷达探测后 立马对还在空中盘旋的飞行员 下达命令 立刻前往 进行拦截 瞬时间 两架飞机以对冲的架势 急速接近着 美军飞机还没反应过来 距离就已经缩小到了不到1公里 我国飞行员继续加速 在离敌人还有三四百米时 立刻瞄准 开火 一气呵成 但可惜的是 这一击并没有命中 由于美军装备精良 飞机速度 也比我国进口的苏联战机快 所以 尽管我军飞行员 是突然发动攻击 但还是被美军堪堪躲过 此时的美侦察机 已经意识到 我国这一次认真了 想到此处 便立马掉头 准备向公海方向逃跑 我军飞行员也明白 如果被他们逃跑 那么 今后将会面对更加严峻的境况 随即 我军战机立刻加速 没想到的是 第二次攻击竟发生了意外 美军侦察机 公然进入我国领空 然而 军事力量的差距下 我国飞行员展开的第一次攻击 并没有奏效 可接下来的事情 却令世界都为之震惊 在我国飞行员 一击未中后 立刻展开第二轮攻击 虽然第二次直接命中 但也仅是造成敌方轻微损伤 依旧能够正常飞行 随即 美军侦察机掉头就跑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为何自己如此隐蔽 却还是能被发现 然而 我军高层已经下令 务必要将其拦截在我国领空 眼看美军飞机要跑 我国飞行员立马跟上 调整角度后 进行了第三次攻击 这一次精准命中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 整个飞机带着火光 坠入我国 徐山岛东南的领海内 我军飞行员 也在出色完成任务后 回到了军营 我军也立刻派遣一个小分队 前去坠机处打捞 直到第二天清晨 解放军打捞起两具尸体 并在附近 发现了飞机残骸 其上的编号 正是美军第七舰队 出于人道主义 我国也将这两位飞行员的遗体 转交回美国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当时的飞机上 一共有16位飞行员 不只是美国故意这么说 还是在飞机坠毁后 那些人失踪 反正在这之后 美国军舰只在附近海域 再次打捞到两具尸体 其他12名军未找到 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飞行员 都是非常金贵的 不仅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培养 在这期间的开销 也是无比巨大 所以这一次 老美直接损失16名飞行员 不可谓不肉疼啊 不仅如此 在这则消息传回美国后 更是举国震惊 随后 老美更是过分的大肆宣扬 他们的飞机 是在公海范围内被击落 但坠落的地点 是在我国境内 这一说法 更是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满 叫嚣着 要对我国使用原子弹 老美本以为 这样一来 我国就会屈服于他们 但很显然 我们根本不吃这一套 然而 嚣张的美国 依旧以此事来对我国进行威胁 甚至一度在我国海域外围 集结大批军队 进行军事演习 仿佛在告诉我们 如果不给个说法 就要展开进攻 可要知道 当初的美国 尽管实力强横 但无法直接进入我国内陆 就算要开战 也只能先在海边靠岸 可只要他们下船 那就到了我们的组场 朝鲜战争都打赢了 还会怕美国莫须有的讹诈吗 不过 这场战斗最终也没有展开 美国眼见无法捞到好处 便只能作罢 那群严阵以待的美国海军 也灰溜溜的返回本国境内 然而 美国的挑衅并没有结束 仅仅过了八年 老美再一次侵入我国境内 然而这一次 毛主席仅用一句话 便将美军吓得落荒而逃 美军飞机不顾我国警告 多次侵入我国领空 做出挑衅行为 当初 越南战争爆发 美国为了巩固自己在亚洲地位 迅速集结军队 前往越南地区 扶持南越政府 想要把这里当作自己入侵中国的跳板 可就在战争打响后 毛主席的一句话 却令美军恐惧 甚至国际上也发出了 不要招惹中国的言论 当时美国为了快速解决北越 直接动用各种先进武器 而军事实力落后的北越 还只是在我国的教导下 刚刚学会打游击 可老美的黑手越伸越长 一度威胁到了我国边境 就在此时 毛主席为了边境人民安危 立刻发表声明 美军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 此话一出 美国立刻想起曾经在朝鲜战争中 被我国志愿军支配的恐惧 随即便下令 任何部队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 围者军阀处置 为了不惹我国领导发怒 美国甚至在飞机坦克 这种战略武器上 安装了定位装置 只要抵达范围内 就会发出警报 提示士兵要尽快撤离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越这场战斗 也是打得畏手畏脚 而北越则立刻扭转 快要战败的局面 多次依靠毛主席的这条戒令 将美军玩弄 一旦发现形势不对 便立刻撤往北纬17度线 并且越南境内多是丛林 这也使得越军 很擅长野外作战 而处处受限的美军 也不敢公然开着飞机大炮过来 只能追随着越军 一同进入丛林 可擅长大规模作战的美军 怎么是这群野人的对手 不仅损失惨重 还在期间 被越军抢夺了大批武器装备 这也使得美军 只能眼睁睁看着北越 一步步地扩大自己的优势 但美国不想到手的机会 白白溜走 只能继续在战场上坚持 这一待就是20年 期间很多意志薄弱的美军 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折磨 多次要求退出战场 可美军高层并没有同意 直接将这群人 以逃兵的身份处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军眼看拿不到优势 只能退出战场 这场战争也随之结束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 我国打了一场又一场的立国之战 实力也被各国公认 当初的世界霸主老美 更是这几次事件中 深深感受到了我国的强大 也明白了我国的底线 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伟大的毛主席 让我们致敬伟人 也希望中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